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他们意外挖出官商勾结内幕 农地征收的争议 让两人发展出革命情感 也让混混少年 有了想死命守护的目标 2021台湾国际库尔营展本周展开 因应疫情本届踩尸体 及线上双轨并行 影展集结50多部影片 探讨同婚通过后的社会议题 开幕片《巴黎变装皇后》 贴身进入三会 在巴黎名声响亮的变装皇后 一探他们的私下生活 与疫情下的各种挑战 闭幕片《电竞南台》 描述一对伴侣 虽然已经出柜 但面对家人时 仍存在难以跨过的坎 刻画同志面临的家庭压力和困境 电影《大众情人之死》 以加拿大传奇歌手 李欧纳科恩经典名曲为题 描述一身艳福不浅的才子 在林老师遭遇情感与家庭的变化 同时又有了奇幻般的遭遇 光怪路里的事情 一一发生 他还与过世的父亲对话 向医生求助的结果 是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 他决定躲回老家 将这些奇想写成一本小说 却也邂逅了一名美丽女子 重新找回人生的意义 奇幻喜剧片《超时空初戀》 描述原本是人生胜利组的畅销作家 在某天一觉醒来后 发现自己的人生被彻底颠覆 他成为默默无名的文学老师 他的妻子成为知名钢琴演奏家 还有着贵婚夫 成为陌生人的他 为了让一切回复正常 他与死党决令展开一场 抢救爱情大作战 张老舍综合报导